大家好,2月16日在松范有七組試集 和大家看看大家還有草地的八百米集 第一組試集最高分是華麗活力70分 時間46秒62,這組集應該都會贏 一檔馬是投資有利的 Tiff26分的韋達馬房 五歲PPG轉到他那裡 二檔華麗活力之前都試集很好的 四歲PPG,70分內褲全馬房Diffio仔 三檔陳寶勇士,Charms Spirit的兒子 五十二分,方家拍馬房三歲PPG 四檔柔柔柔我心,三歲PPG賀爾馬房五十二分 到現在都是總的 金寶就是美國馬,四歲PP 六十三分,方家拍馬房 這隻跟包裝旋風同期來的,但進度上好像沒有那隻那麼好 進展方便,但這隻馬應該都幾快 見到這隻是否柔柔我心 還是華麗活力來的這隻 準備開上去,看看他們搞成怎樣 因為我已經搞了一分鐘,說了很多東西 我已經 可以了嗎,大哥 我不想一按了之後,要按多個按鈕很煩 準備一步,五隻馬而已,八百米閘 準備一步 二檔華麗活力,扭計 扭計 比較快一點點,是華麗活力 扭計這隻馬來的 陳寶勇士,第二位 不是啊,二、三、一 是陳寶勇士來的 由由我心在兩隻馬之間 現在上來第三位 最近鏡頭是企高身的金寶 巴佐樂美是投資有利 頭馬次尾馬三個馬位左右 華麗活力很輕鬆,已經先了一個馬位 然後第二位是陳寶勇士 第三位是紅黑直奸衣 金寶 內蘭見到那隻叫由由我心 包佐樂美騎得多厲害 投資有利 前邊 華麗活力仍然領先了一個幾馬位 第二位呢,仍然是陳寶勇士 內蘭的由由我心也不慢 鬆著鬆著給他走,金寶 投資有利很認真考驗,追上來 這隻金寶包尾 竟然落去 華麗活力領先了一個馬位 迎出你早時走得輕鬆鬆 第二位是陳寶勇士 第三位是騎得多厲害 投資有利 第四位是由由我心 包佐樂美金寶 金寶不給評分 投資有利,騎得很厲害 8.5 華麗活力9分水準 陳寶勇士輕鬆8.75 由由我心倒進去 所以給了8.5 這組的華麗活力仍然是 狀態非常好 我覺得他應該還可以爭 還有買贏 在三班的泥地 甚至是谷草也好 看完第一組 看第二組 第二組集最高分是 52分的北海道 北海道 這個北海道 不是日本的 46秒44 時間正常 一檔馬 Maurice的兒子 本來是北海道 海道 賀儀馬房 3歲PPG 52分 二檔是泰儀 3歲PPG 未有評分 不知為何 方家泊馬房 3歲 Havana Grey 三檔陽光勇士 一隻未出賽的馬 Capitalist 姚本輝馬房 這隻馬應該可以的 聽回來 四檔是友宜自家 又買了一個兒子 跑五歲 五歲馬 PPG 40分 偉達馬房 非凡膽式 Kurochio的兒子 五歲PPG 23分 葉粗和馬房 健康第一 就是最近鏡頭 一會兒 六歲PP 47分 希斯馬房 海勢上去 北海道 北極光 泰儀 馬會彩衣 三檔陽光勇士 看看那隻馬 會不會有 不是 都是馬會彩衣 沒辦法 好 準備起步 夜步 比較慢一點 二檔太二 最近鏡頭 健康第一 也不慢 中間友宜自家領先 北海道 第三第四位 飛凡膽式 現在拍著友宜自家 前面領先 三隻馬都很近 北海道貼爪 灰色馬太二 然後馬會彩衣 楊光勇士 最近鏡頭是健康第一 頭馬至美馬 三個馬位內 前面見到這隻友宜自家 搶著走 然後飛凡藍色第二位 裡面就是楊光勇士 然後健康第一 第四 包括了一對 北海道和泰儀 前面一對 仍然身長領先 友宜自家領先 一條頸位 越開越 好像半個馬位 飛凡藍色第二位 第三位健康第一 第四位 楊光勇士 第五名就是泰儀 第六名 這隻是北海道 北海道和泰儀 健康第一 其實很輕鬆 8.75 魚細不錯 飛凡藍色8.75 有宜自家 勉強給8.75 楊光勇士8.5 未夠力量 健康第一 看著你們跑 這組集 也沒有請求任何努力 見到有宜自家 身長領頸都頗盡力 但也不足夠的低分 飛凡藍色跑 800米是飛凡藍色 最適合的 健康第一 輕鬆 所以高一點點評分 但這組集不是很高 這組集 看完第二組 看看第三組 又是這個 不是 是千賢米集 第三組集 最高分是101分 九寶 時間1分11秒17 不算很快 一檔馬 魅力一心 Diff條仔4歲PP 63分 塞去韓馬房未出過賽 二檔就是這隻狗寶 7歲PP 101分 位達馬房 三檔星雲子雀 7歲PP 85分 方家法馬房 四檔疾風明區 塞去韓馬房 69分 接著就是 進馬快車 5歲PP 86分 剛開尚魅力一心 這隻星雲子雀 時間不快 不看斷速 看基本時間算數 不再搜尋 不再搜尋 很煩 按到很煩 看看有沒有快點的方法 可以找到一些賽職 星雲子雀 好了 進入閘了 斷速方面 拌不到 25秒1 不 25秒6 22秒1 23秒6 時間正常的 起步的時候 進馬快車在外面比較快 內蘭的美利一心也不慢 星雲子雀 兩隻馬之間 緊張 拉到大彈下 上來第二位 貼著條欄 九步 第四位 進馬快車起步很快 包了立米貼著條欄 陳豐明區 頭馬至尾馬三個半 四個萬位左右 前面美利一心 都拉得很緊 但都很肯走 因為時間步速不算快 第二段22秒1 快一點點 美利一心領先 第二位 就是貼著條欄的九步 外面就是星雲子雀 後面一對 拍跳 已經是疾風明區 在內蘭 和一隻進馬快車 在二跌位置 頭馬至尾馬拉開了 五個馬位左右 美利一心 仍然是 都不想讓他走 但還是走得比較快 進步第二位 鬆著鬆著 第三位就是星雲子雀 在二跌位置 望空座 後面有幾多紫色三位 就是疾風明區 包了下尾 在外面 最近鏡頭的就是進馬快車 後面幾隻馬都騎 就是星雲子雀輕鬆 九步騎得很重要 美利一心仍然是領先了兩個馬位 九步騎上來 看看能不能追到 第三位就是星雲子雀 第四位 最近鏡頭就是進馬快車 包了下尾 疾風明區 贏出這套市集 美利一心 第二位就是九步 第三位應該是進馬快車 第四位是星雲子雀 第五 包尾 疾風明區 疾風明區給不到評分 美利一心不錯 8.75 這貨集輕鬆的 算吧 照給9分水準 九步8.75 星雲子雀8.75 盡馬快車沒有什麼評分 優勢8.75 這兩隻86分 可能要減10分 但是九步騎得很重要 要準一點 美利一心明顯地進步了一點 這隻馬 但還未可以按出來 看看等等 我逐樣逐樣按出來 蔡若翰馬防 63分 美利一心 這隻Diffel仔 在外地 他叫做Noble Winner 跑了兩場 贏了一場 在劍橋的Campritch 贏了一場 Diffel 交沙地 合理 贏了三個幾馬位 看看他之後會不會再進步 好 看看第四組 大家好 在Facebook那裏 我會再開一個新的 profile 和新群 之前的賽馬 或馬會 全都被刪掉了 因為 什麼原因也好 我都不再去深究了 可以到Facebook找我 馬忌先 還有開一個群組 叫做贏錢又贏面 歡迎大家 用你的真身加入 大家聊聊 不要太悶了 第四組 最高分76分 是加州王者 這一組 一檔買了 顏色大王69分 高東尼馬房 3歲PP Holy Roman Empire 在我們叫 Keep up with my Empire 跑了兩次 贏了一場 二檔 神之水敵 72分 賽漢馬房 5歲PPG 三檔 雪山神區 70分 巴西4歲PP 審習成馬房 四檔波爾多 五歲PP 72分 賽漢馬房 五檔就是加州王者 三歲PP 76分 很高分 這隻 看看他究竟是怎樣 稍後跟大家看看 加州王者 這隻叫做 好 準備起步 好 一起步 快一點點 四檔波爾多 大內藍顏色大王 幾個戰武上來了 第二位 二跌位置 波爾多 第三位 內藍神之水敵 二跌位置 第四位 加州王者 巴佐諾美 雪山神區 頭馬至尾馬二級 是否捕捉太慢了 頭段比較慢 26秒1 22秒2 23秒6 前面顏色大王領先 加州王者第二位 第三位是波爾多 第四位 第四位 貼著內藍神之水敵 巴佐諾美 雪山神區 六個萬位左右 距離 前面顏色大王領先 半個新位 加州王者 第二位 衝著被他走 波爾多 在第三位 二跌位置 貼著藍神之水敵 很輕鬆按住 短筒馬來的 雪山神區 應該不用看了 前面 轉正彎 入直路 最後23秒6 馬身是騎 加州王者 在第二位 前面是顏色大王 接著內藍神之水敵 很輕鬆 波爾多在最近鏡頭 要鬆著鬆著鬆著走 包著六味 雪山神區 近一點 顏色大王 仍然領先兩個馬位 從內藍神之水敵 上來 但在最近鏡頭 很輕鬆追上來 波爾多 加州王者 其樂不多 過重點 顏色大王 引出這次試襲 第二名就是波爾多 第三名神之水敵 第四名就是加州王者 包美 雪山神區 雪山神區 不需要給評分 這隻馬 剛才提到的 牙色大王 在外地 跑得不錯 跑兩次 贏一次 這隻叫做 加州王者 跑五次 兩 win 一 play NARS 贏定榜賽 24隻馬贏過幾馬位 不算特別 Joseph O'Brien 會不會進步 但這隻馬明顯不可以 牙色大王 我給8.75 算了 照給9分水準 照給9分水準 我覺得這隻馬 原來濕地 不需要濕地 有填層 跑谷層 加州王者 8.5 未夠力 好明顯 看完 4組 看看第五組 第五組 最高分是63分 包裝旋風 時間1分12秒 46 不算快 25秒7 23秒2 23秒半 均速回來的 一檔 零例 短途馬 暫時會贏 59分 四歲PPG 賽漢馬房 二檔 對行之星 Diffel仔 很大隻馬 54分 獨碎PPG 偉達馬房 285 智境區 四歲PP 60分 呂健威馬房 三檔 包裝旋風 這個新種 我選擇他回來的時候 希望他會有進步 要點時間 63分 四歲PP 方家拍馬房 五檔 華卓程 五歲PPG 57分 賽漢馬房 這組只有五隻馬士 步速不算快 時間也不快 1分12秒46 是萬個 偏慢 看看馬會不會走得舒服一點 好了 現在華卓程 現在 準備起步 工作人員 散開了 準備起步 一起步的時候 慢一點 二檔的對行之星 貼著內蘭的零禮 比較快 在外面的見到華卓程 外檔 至近區 至近區 至近區好像上放一樣 領先了一個馬位 在二碟位置 華卓程力流 看看能否留下包尾 還是第三位的三碟位置 真的這樣做 至近區領先了幾馬位 第二位貼著內蘭的零禮 第三位就是華卓程 包尾一對 貼著內蘭 對行之星很大隻 然後就是包裝旋風 頭馬之美馬 三個馬位轉內 前面 至近區領先了一個馬位 二碟位置華卓程 中距離馬 內蘭的零禮第三位 第四位 都站高身 第四、第五位 對行之星 在內蘭 黃色衫 還有包裝旋風 還有五百米 再有路程 前面的至近區領先 繼續 華卓程移出外面 被扣女空位上來 零禮輕鬆地追上來 但也要搖著搖著 至近區要騎 華卓程比較輕鬆 外面兩隻 長江城很鬆 包裝旋風 還未轉腳 對行之星 現在很輕鬆地追上來 其實這隻馬有狀態 零禮很輕鬆 搖兩搖上來 對行之星亦會加速 但現在轉腳 然後看到這隻包裝旋風 開始上來 回來跑第四名 不差 魚勢不錯 零禮 我覺得不太好 八點七五 對行之星九分水準 包裝旋風八點七五 這隻馬真的要跑千六打上 路程 要跑長一點 一隻有能力 需要時間成熟的馬 現在開始都正在來 我看到一轉腳很肯追馬 八點七五 知境區八點五 華卓晨 八點五 看完五組看看第六組 來到第六組集 最高分是六十三分的 盈仔未滿 這組集 赤刀喉黃 一檔是五十二分三歲PPG 老總尼馬房 二檔大數據capitalist 三歲PPG 五十二分搖半分馬房 三檔明進福升 五十三分蔡函馬房 五十四歲PPG 四檔是中距離馬健康馬 五十分五歲PPG 在我現馬房 盈仔未滿 高冬離馬房 Define Profit 但這隻都是歐洲的Define Profit 不知為何歐洲那麼喜歡這隻 這個種 坦白說 在外地的Quarman 在高雲 在高雲 只會有千四米 贏兩個馬位輕輕鬆鬆 但沒有特別的 在外地的Quarman 準備這部 只有五隻馬 一起步 比較快 明進福升 但是幾個 幾步 赤刀喉黃 追上來 E-down 就是大數據 第三位 就是盈仔未滿 最外檔那隻 然後是037 健康馬 包尾 趕過去 來蘭明進福升 頭馬 三個半馬位 營仔未滿PP 最高分 在前面 和赤刀喉黃 在前面放 但是赤刀喉黃 都想留住 想教他流力 第三位 大數據 第四位 是貼著來蘭明進福升 站高 拉著 步速慢 包括六位 健康馬 健康馬 已經移出了三碟 前面 營仔未滿 營領先 前面 赤刀喉黃幾步 又上回來了 又領先 半個馬位 明進福升 仍然跟著 放頭馬 然後大數據 移出四碟 望空 包尾仍然是健康馬 好了 都力流了 明進福升 不想被他望空 裡面不夠位 出來了 應該掛過就過了吧 明進福升 現在是第二位 但裡面的赤刀喉黃 領先的馬 仍然領先 騎著 第二位 就是明進福升 第三位 大數據 內蘭的健康馬 真是過不了 赤刀喉黃 贏出早市 第二位 就是明進福升 第三位 內蘭的健康馬 第四位 大數據 包到尾 是營仔未滿 營仔未滿 回來了 不給評分 赤刀喉黃 8.5 奇得緊要 明進福升 贏不到這隻馬 我比8.75 所以後面的兩隻 大數據和健康馬 我比8.5 大數據 你當出來考習 輕輕鬆鬆 會有進步 不給評分 健康馬 不要看死 這組 沒有試給你看 很輕鬆 但是明進福升 我覺得有點失望 我以為他會試得好些 又看完一組 看看第七組 第七組 最高分52分兩隻 時間1分12秒11 正常 斷速25秒4 23秒1 23秒6 不斷偏慢 這隻一定是蔡德爾 分紅色衣 一檔 潮嬌大興 五歲PPG 43分容天鵬馬房 二檔 蔡德爾 五歲PPG 羅富全馬房 46分 三檔恐龍仔 恐龍仔 四歲ISG 52分容天鵬馬房 四檔 飛馳 46分 沈澤成馬房 四歲的愛爾蘭ISG馬 弘彩 剛才看到他進了鏡 四歲PP 51分 希斯馬房 也減9分了吧 我都說初出 一次試襲 那麼厲害 我都說擔心了 不是好事 燈膽神龍剛才開了上去 52分 一次 四歲PPG 這隻灰灰色的馬 是什麼 灰灰色的馬 潮州大興 好 恐龍仔 只要找一件衣服 三檔 準備一部 今天的最後一集 這一部 最快是入面的潮州大興 在外面的恐龍仔也不慢 宏財當然最快 潮州大興連頂著遙難 恐龍仔上來了 是不是想切到他 給他買 不讓他買 連頂著遙難的潮州大興 第二位就是恐龍仔 第三位在外碟 切到二碟 就是宏財 第四位 有一個人無面孤的 就是蔡德爾 尾爾 尾爾 飛遲 包著立美 燈膽神龍 頭馬至尾馬 五六個馬位 潮州大興 領先了一個馬位 潮州大興 第二位 也抓不住了 第三位就是蔡德爾 在外面的橫裁 在第四位 現在三碟想看空 第五位 第五位 飛遲 包著立美 燈膽神龍 沒有改變過名次 前面領先 挺搶效 很想走 25秒4 23秒1 不算快 23秒6 看看哪隻馬 不用騎 就是蔡德爾 全程都跟著後面 潮州大興 要鬆著鬆著 不知為何 這隻恐龍仔 騎下去 很頑皮 但騎得緊要 按住 裡面的馬 飛遲 在第五位 前面一堆 恐龍仔騎得很厲害 贏到這早集 竟然是宏裁的 潮州大興回來 是散散的 蔡德爾 沒有試給你看 飛遲和燈膽神龍 都沒有什麼看 後面四隻 其實本身以為 潮州大興和蔡德爾 會試得好一點 但回來不多 我給了8.5隻 宏裁8.75 恐龍仔8.5 這隻ISG馬 初氣 但這貨就試得不太好 我潮州大興 我也想給8.75 全程都留得很辛苦 好了 混賽 潮州大興8.75 蔡德爾 其實不算頑皮 回到來 我以為會追得多一點 那就是8.5 恐龍仔也是8.5 其他兩隻飛遲 還未夠 還有燈膽神龍 還未夠 給他一點時間吧